好collection呢 刚刚我们就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子接口 叫做lease的集合 那么lease的集合 我们来查看一下 来看一下一篇 Ctrl C 好 Ctrl V 那么大家千万不要进这个包下 这是AWT 我们现在学的所有的集合类 全都是util包下的 好 进这个 util包下 这个对了 然后超级接口collection 所以呢 lease是collection的一个子接口 看来看 它这里面很多方法呢 其实跟这个collection是重复的 那我们就学几个它特有的 就把这几个特有的方法呢 我们把拷贝出来 好 Ctrl C 复制一下 宁州N 拿来一个demo6 lease 咱们新创建一个包吧 是吧 这个是collection 然后lease的单独放一个包里面 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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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comm 点黑马 点这个list 小组list 好 Ctrl N 让来一个demo1 list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来一个 list 但是list它是个什么呢 它也是一个接口 对吧 list也是一个接口 那么它是一个接口的话 来看啊 看这里面是不是说是个接口啊 它这个接口就证明它不能去 那我同样也找它的一个子类 叫做erase 那咱们就来一个什么 list list 等于new一个erase 那有同学问 我说 老师 咱们能不能可以直接erlist 然后呢 erlist list 等于newerlist 也可以 那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我是向你告诉它 我是向你告诉 我是告诉你 不是我向你告诉 我是告诉你什么意思呢 告诉你咱们在讲list里面 特有的方法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用复类引用指向子类像 而我们真正做开发的时候啊 用的都是erlist 去直接创建就可以了 因为你这么做的话 它是有弊端的 是不能防卫子类特有的属性啊 我们说了 多态最好 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它当作啊 参数去传递 这是最大好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list里面特有的方法 Ctrl V 好 粘出来 那么这有个add add可以在指定位置去添加元素 好 首先呢我们先往这个集合里面添加几个元素 list.add a b c c d 添加这四个元素 然后呢这里面是指定位置添加一个元素 来大家来看啊 我来一个list.add我在1的位置添加个元素 然后呢添加这个叫做e 好 在指定了在指定位置去添加一个元素 在指定位置去添加一个元素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 我这个添加呢我这个添加呢我改了一下 怎么改呢 我叫list.add 10的位置 10的位置添加元素 叫z 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怎么着了 你猜猜会出什么错误啊 index out of bounds 一个词词 这叫索引越界异常 会出现索引越界异常 也说我们有索引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如果有索引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索引越界异常的问题 当存储 使用不存在的索引时 就会出现索引越界异常 出现不存在索引时 就会出现索引越界异常 好 那么这个咱们注释掉 然后大家来看啊 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这是他们索引吧 那好 那现在我再来一个 叫做list.i的 然后我来一个4 我再在屁股后面加一个 加一个f 那么这个行不行呢 好 那已经行 这可不可以啊 所以这个index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小于等于size index 是小于等于size 小于等于size都可以 但是你要是大于了size 那就不行了 那么咱们这个size一共是几啊 是不是4啊 那它现在是位置为4 小于等于size 都不会 都不会 小于等于size 并且怎么样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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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等于0 大于等于0 都不会 都不会 到一场 那么它允许你在屁股后给它追加一个 但是如果你要给个5 那是不是就大于size了 大于size它就会怎么样 过一场 这就不演示了啊 刚才咱们已经演示过了 好 再来看 remue 通过索引券 删除 通过索引删除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抽取一下 通过索引删除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啊 好 那现在咱们把它拿过来 ctrl c 抽位 删除吧 list点这个remue 然后给一个索引 比如说给一个1 它有个返回 返回是一个object objcd obj 就等它 然后在这里我们打印一下 siso 打印 obj obj 再打印一下咱们这个list 打印一下这个list 好 那就行 大家看 把b给删掉了 然后呢 把谁删掉就把谁给返回 然后呢 这里面又打印了一个acd 通过索引 通过索引 删除 元素 通过索引删除元素 让被删除的元素 将 将 被删除的元素 算回 那么说到这里啊 还有点小问题 什么问题呢 来 我给你解释一下有一个问题的事 我们呢还是要创建这么一个list集合 但是我在list集合里面添加的是integer add 111 是不是可以添加这个整数的啊 来呢 来一个222 222 来一个 333 好 那么integer 这里面添加这么多 添加这么多之后呢 我要把111给删掉 list list点这个页目 然后呢 我来一个111 我是不是可以删掉这个对象的呀 删掉对象 那就把111对象删掉 然后最后呢 删完之后呢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list 来 逆行 大家看怎么了 就报错了呀 他在删除的时候 为什么报错了 他把111当做什么了 哎 当做锁引了 所以在这里面删除的时候啊 他不会自动装箱 记住啊 删除 删除的 删除的时候 不会自动装箱 那如果要自动装箱的话 他是不是就删除一个对象了呀 删除一个integer对象了呀 那么我们在这说了 删除的时候 他不会自动装箱 为什么不会自动装箱呢 因为要自动装箱就乱了 你看 你在这是不是蕊目删除掉一 那如果自动装箱 他是不是删除一对象 那他还能删除弊吗 是不是就删除不了弊了呀 所以你在这里面只要给整数 他都把它当做了 锁引 那这个111 他就把它当什么了 当做锁引了 这话能理解吧 这个111当做锁引了 把111当做锁引 好了 那么这就是删除 我们需要注意的 然后再往下看 还有get 通过锁引去获取元素 好 DEMO3 get 通过锁引获取元素 那么这个返回E 其实原来也是返回object的 1.5版本之后呢 它返回E 就是我们的范形 讲范形说再说 好 那现在呢 我把这个内容呢 复制出来 Ctrl C 然后呢 Ctrl V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锁引 去获取这个元素 object OBC OBC1 就等于了 list.get0 然后呢 SYSO打印OBC1 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输出结果是A 那么如果你在这里面改成 GET1 来 再运行 输出结果是B 那么如果再往后改 那么输出结果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C呀 来 改成2 来看输出结果 是不是可以变成C呀 那我问你大家 我通过这个get方法 其实可以做什么 是不是可以做便利的呀 因为这个锁引在不断的改变 我就可以把这里面元素都给获取出来 所以这个属于立次里面一个特有的便利方式 因为只有立次机核 它有锁引 SET机核它是没有锁引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如何去便利 这叫什么呢 通过锁引 便利 立次的机核 立次的机核 好 来一个inti 等于0 那么即使i 都可以把它当锁引 然后再来一个i 小于list点size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size是不是4 那i最大起的应该是3 然后来一个i 加加 然后SYSO 打印 打印我们就来一个list点 sit i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 ABCD 没问题吧 把ABCD都给打印出来了 那么这是 另一种便利方式 另一种便利方式 那你说 立次的机核能不能用迭代器去便利呢 可不可以 connection里面是可以的 所以connection里面所有的子类都是可以的 那么立次里面当然也怎么样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再来看一个set set是怎么样 是不是修改值 把指定所有的位置元素给修改掉 好 抽取一下 demos 继继续 Ctrl V 粘贴 我们来一个list点 set index 把1的位置的元素给改成了Z SYSO 我们打印一下list 运行 ABCD 没问题吧 这是将指定位置的元素修改 将指定位置的元素修改 修改 好了 这就是list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特有的方法 这个值点呢咱们在这儿保存一下 谢谢我 先离下 是 的